比特幣即將選擇方向了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昨天畫的這條趨勢線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他是做了一個 假突破 結果又被放量供應回去了 那如果說你在突破這個前高 你有掛條件單 或者說 你在突破趨勢線的時候 你有掛條件單追進去的朋友 那你可以考慮 在他跌回來的時候 你就立刻止损掉 基本上不會產生非常大的虧損 但有一種形態就非常不好了 如果說 現在的走勢 已經跟你當初想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那你還不願意止损 這個時候就非常不妙 所以如果說 你看到這種 他突破上去之後 然後又立刻吞没回來 那這個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離場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多頭是有沒有機會的 還是有機會的 如果說 我們可以放量突破趨勢線 那說不定會是一個 挺不錯的介入點 那如果說 想要等更安全的機會的話 可以等待 他有效的站穩在 46,900之上 這兩個點位 那對於 多頭來說 有沒有 密切應該要守住的點呢 其實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之前的 回調的低點 這個低點呢 根據coinbase的價格 大概是在 44,232 那44,232 這個點位呢 對於多頭來說 就絕對不能再回來 因為如果說這個點位他還回得來的話 那我們在突破箱體之後呢 我們就產生了一個 雙頂的結構了對吧 那這其實對 多頭是不太好的 所以 我們44,200這個地方 他是不可以再回來的 好 那我們 仔細的觀察一下量能喔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在 突破 我們震盪箱體的時候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 其實此時此刻 多頭還是比較占優勢的 我現在畫白色框框的地方 對吧 多頭是略微占優勢的 略微 沒有很明顯的優勢 而且他是突破重要的 震盪區間喔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 這個區間 我現在畫白色的這個區間 其實我們觀察量能的變化 你可以發現 空頭的量能 是比多頭 要略微強勢的 其實這對多頭 是比較不好的信號啊 那如果說 我接下來有看到 他 放量的供應 並且打穿重要的支撐位的話 我是 有考慮去做空的 像比如說 這個點位 我相信這個點位 在短線上 他絕對會是一個 一小時的 換守衛嘛 你可以看到呢 在前期這個地方 他是有跌破 回側的 然後在這裡呢 他也有支撐的動作 那如果說 他跌破這個地方的話 放量跌破 那我說不定 這就會是個機會喔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CMB 其實我個人在 假日 是不會去做 趨勢交易的 那短 短線在假日 其實是 也還可以啦 但是我現在 也比較不做短線啦 比較做的是 趨勢交易 那趨勢交易 通常會出動作 會出方向的地方 就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像現在很多華人 可能是放著春假 包括台灣這邊也是 星期一星期二放假嘛 但是芝加哥 CME期貨交易所 他們是沒有放假的 他們是美國人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現在這個K線 其實是跟著 時事在挑動的 現在盤面呢 已經有決定出方向的 契機了 他是可以決定方向的 那在6日 其實就真的比較不行 那如果說你也想參與 這些交易機會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 Buybit交易所 他是我換過 這麼多間交易所以來 無論從掛單深度 送滑體驗 交易界面 都是我用過最好的交易所 沒有之一 下方還有更多 頭部頂尖交易所 我保證是 全網返還比例 最高的交易註冊鏈結 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 有免費的社群交流 以及即時的行情提醒 我們再來看一下以太坊 其實以太坊呢 在4小時級別 他是出現了 頂背裡的結構 你可以發現呢 在這個位置 我們的價格 他創造出了 High High對吧 那我們的MACD 他就創造出了 Low High 這其實是 我們上漲動能 慢慢在削弱的一個跡象 好 我們再看到一小時 那一小時 他目前短線上的壓力支撐互換 大概是在3430左右 你可以看到 他在前期 這個位置 對吧 這個位置 他是很明顯的壓力 那到這裡呢 就是很明顯的支撐 那其實在日線上 他也已經來到了 我們必須得強調 不可忽視的重要點位 是什麼點位呢 就大概在這個點位 我相信我在節目當中 也有強調過很多次了 大概是在3640到3620 這短短 2030刀的距離 就是我們在日線級別的 重要壓力位 那他今天呢 算是 往上面測試一次 OK 其實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 比特幣跟以太坊 就價格上的圖表 我們不看 以太坊對上比特幣的圖表 我們就單純看價格也好 我們也可以發現一個事實 你可以看到 其實比特幣 他是沒有超過 我們之前的高點 對吧 我們可以看到 比特幣一小時的圖表 對不對 我把這些都刪掉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小時級別 我們是不斷的在創造出 Lawar High OK 這是我們之前 突破所創造出來的高點 那這是我們現在 所創造出來的高點 我們是沒有比他更高的 但是我們看到以太坊 相同級別的圖表 以太坊 他居然 比他打出了一個 更深的距離 他打出了更高的價位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對這種行情 覆盤的 我之前 在節目當中 做覆盤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你這個是馬後炮 他對現在的交易 已經沒有意義了 對 沒有錯 他對這筆交易 發生過的交易 當然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他對我們 往後的交易 絕對可以起到 非常大的作用 根據我 覆盤的經驗 其實 當一段趨勢 當一段走勢 當一段走勢 以太坊 他明顯 走得比比特幣強的時候 也就是 你會感覺好像 整個市場是 以太坊 然後帶動著山寨幣 拖著比特幣在走的話 這種行情呢 如果根據過去的覆盤 根據過去的經驗 每一次的下場都是一樣的 這種行情通常只會出現在 多頭趨勢的末期 它很難是一個 多頭趨勢的初期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感謝各位可以幫我點個讚 並且使用我的鏈結 加入我的Discord社群 非常感謝各位 拜拜囉